另外一送法办这个还真的哦 这个蛮特别的案例啊 我们现在看到不管是收视率啊 或者是票房啊 达到了多少多少演员讲说 哦那我们要来喇吉啊 什么都会变成新闻啊 甚至男男啊女女都出现了 所以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 不见得 高雄市友这对情侣交往五个月 结果第一次接吻的时候呢 男方成口实之快 失了分寸 跟人家女方喇吉 把女方吓得告他 说你A片看多了 哎还真的被依法喊送了 最生气一次 可能就只是跑到厕所去穿 所以陈翰点 你是有立下一个愿望 以后只要拍文 是要伸舌头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说 我自己会伸 漂亮的伸舌 没有 伸舌头你会吓 他假装很害羞 太快的话 然后就伸舌头 我觉得很奇怪 对 第一次接吻到底能不能伸舌头 民众看法不一 但这名猴急的喇吉男 不但笑到女友怒提分手 还到警局告他性骚扰 虽然他当着原警的面发誓 自己这辈子 从没跟别的女人喇吉过 但警方还是将他依法一搜 任励中的情侣接吻 到底能轻到什么程度 律师表示 不管任何亲密行为 只要对方拒绝就应该停止 否则小心耍浪漫不成 反而吃上性骚扰的官司 专选两张文黄佩如 高兴报道